南投县议会第18届第19、20、21次临时会15天的会议 在今日行闭幕的议程 会议中议长就中兴新村移交中科管理局后 公共设施如中兴游泳池、小巨带体育馆、青少年活动中心 以及公有宿舍等闲置问题提出看法 议长表示一些公社应缺乏活化利用逐渐沦为文子馆 有以公用宿舍最为严重 因为居住人口的减少 也让中兴新村夜晚少有人烟 因此活化问题也是刻不容缓 我们这回南投县中兴新村 我们就占到259公元 尽管它中科局管理后 我们对中兴新村的一些公社的发展 可以说都落后掉 尤其是我们中兴營地小巨带体育馆 青少年活动中心跟公有宿舍等公用这些事 现在不可以说都落后在几个月 可以变成人所说的文書凡的问题 目前我们有两千余庆的宿舍 我们中科管理局已经收到九百佛 没有管理的 一半以上都没有人拨 属性的问题最终的严重 有人形容 我们中有人形容 这世线好像一个月 晚上就好像四生 而自去年行政院将中兴新村 一些公共设施 一波国有财产署管理后 针对管理单位是否能够活化这些公社 避免成为文子馆 本会多位议员也曾多次提案 应该活化利用中心新村的建议案 议长何胜丰也建议 中央单位能够将这些公共设施 一波县府管理 以利整体的活化利用规划 去年我们行政院有这样的一些方法 这是保护国益财产署管理 但是国益财产署 是不是有法度落实到中央新村的反应 所以我们希望 在我们本来的很多议划 在建议 我们希望中央新村 早前完成来几月利用 不要让一些公共设施 放在那里 浪費都没用到 所以我希望我们官政府 针对到中央新村 是不是可以跟中央说 我们针对到 中央新村的体育局 小鸡蛋体育罐 青少年流動中心 定的公共设施 保护我们官政府来代理官吏 做好 我们南岛观众 这是我们一个好好的议划 南岛观众 新村 可以比以前 还要 所以我希望我们官政府 好好去议划 这也是我们 我们政治议院的心声 最后议长感谢议会全体议员同仁 在15天临时会的议程 科技民意代表 职责监督县府实证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对于中央新村活化问题 要紧速来处理 让中央新村 能够再次发展起来 记者陈建豪 陈维一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议会采访报导